中文字幕 李宗盛 劉沛 劉沛 你们团还是比较控制自己的,牛肉干都会胖的 劉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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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团还是比较控制自己的,牛肉干都会胖的 劉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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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秒之后,让雨昕喊1号3 2 1 抽了奖 劉沛 好 劉沛 3 2 1 劉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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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这就是偶像 劉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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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1 抽了奖 也是没有 这个都没有吗 都一个表现 你是一直在看镜头 是 就是会眼神心死镜头 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刚刚哪一个机器在亮 说实话我看的是老师旁边的一个机位 完了完了完了 眼神弄了 眼神就一直死死盯住的那种感觉 不动 这就是 是不是做团的一个 因为我们平常表演其实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Killing Pod 结尾都会要看 看某一个机位都会定好 Ending Pose Ending Pose Ending Pose 就是牛肉干 哇 你看 哇 掌声在哪里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 吃牛肉干都能吃出这种感觉 待会儿你们都有 每个人Killing Pod表演一发 对着镜头就前面那种 抓一下 你要不要来一个 来 哦 这是考试对不对 牙签 准备 你把它咬断 抓那个 开始了吗 三二一吗 三二一 三二一 开玩笑了 这个代言就是 眼神 代言就是你的了 好 我 直接也安立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 对不对 那我也看看有没有可能就合作一下的好不好 先谁来 我吧 好呀 来 你安立一下影视啊 包括你喜欢的综艺 任何东西都可以 好 包括你自己看的 我把话筒给我 好 谢谢 大家好 今天 我想给大家分享推荐的是 一部女主角非常非常可爱 然后演技超好的一部剧 他的名字叫做少主且慢行 大家应该都看过吧 没有啊 这个已经第二季了对不对 对 他就是其实是第一第二季一起拍的 然后分两季播的 然后呢 这个剧主要讲述女主角叫做甜三妻 然后她是一个女主角 请问这个女主角是谁啊 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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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 是我 是我 没有人接啊 好乏啊 好乏啊 是余淑昕啊 是余淑昕 真的是可爱 是等待成员余淑昕 是是是 是甜三妻 还要让我讲啊 然后她是一个女舞座 她这个身份就比较特别 那个女舞座就是她是去验尸的 然后在这个剧里 她不但有她寻求小哥哥那个爱情故事 然后她还有一些悬疑啊 探案之类的那个案件 然后我拍的时候也是还挺辛苦的 因为 最辛苦的事情说一个 最辛苦 首先我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怎么要躺棺材 我就有一点害怕 不过后来是给了我红包 主要是红包 不是 红包大家也不大 拍戏的红包可能就有时候一块钱 五块钱这样 对 就比较那个 但主要是一个寓意对不对 是是是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辛苦 不是老哥我在想事情 然后我在想 还有就是有时候可能下午我就要去那个刚被火烤的那样子 就被火烤 然后呢晚上又要去泡温泉 反正就是还挺 就是各种各样的都尝试了 有点折腾 还有就是大量的艳师的专业的台词 我觉得蛮难的 台词也是一个很难的官 来 下一位下一位 玉言 好 玉言推荐什么呢 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电影 它的名字叫波西米亚旷香曲 然后它就是带我们回顾了皇后乐队的一些Live现场 然后还致敬了皇后乐队和他们的音乐 我觉得其实这部剧其实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然后如果要是没看过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假设你现在非常开心的 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大概会是什么样的 非常开心的吗 可以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玉言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赵小棠 既然电影和电视剧都介绍过了 那我就来说一下综艺吧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呢 我也安理一下我去当过飞行的综艺 叫夏日冲浪电 这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综艺真的很吸引人 很舒服很chill的一个综艺 这个单词是我刚学的 chill 来来安理一下给红哥安理一下什么叫chill 就是很放松很舒适 就是在里面完全没有本子 瞎完就好 那你把话说清楚什么有本子 没有 没有剧情的设定 就是随便你想干嘛干嘛 然后我在里面还得到了一个称号 叫沙滩小喇叭 因为我经常拿着一个喇叭去cue别人 留一点悬念 留一点悬念吧 然后 飞行嘉宾对不对 飞行 但是下一期没准我就是常住了 说到这个节目 当时我看那个一博的朋友圈 然后我就说 哎呀那个蛮好玩的嘛 就给他留言说 哎这个节目 这个好玩呀 我也想学冲浪 帮我推荐一下 他回我说 他也很冷酷说 对不起我是飞行 没办法推你 袁老师第二季如果我常住 我第一个邀请 第一个邀请 谢谢